好 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窗 原來主持雪靈 有馬二 K花先生 贏者 新版之後 舊版 當然剩下一堆 其實已經上季 舊版兩季版 其實質素真的不差 有很多兩季版 基本上都是 除了有套龍與蜜X之外 其他都應該沒什麼問題 不是 龍與蜜X 人們覺得沒有下下的關係 反而覺得都OK 放輕所謂的心情 去看一套GAP片 你應該這樣說 他在沒有下限方面 是一套很優秀的狀態 首先第一號要說 當然 怎麼會沒有這套 有鏡花在這裡怎麼會沒有這套 反而是我在說我 認真研究 我們這一套是史羅伯伯伯伯伯的 就是PA Works 一套原創的動畫 拍了水倒路 以及一些合作的編劇 去做這套原創動畫 其實我也挺開心 PA Works 終於撿到一套 劇本寫得好的作品 我們一邊說之前 就是PA Works 很多作品 他的畫是很特大 但他遇不到一個好的劇本 今次終於白雙這套 真是OK PA Works 一向做開的風格 每天都會滲入戀愛元素 在裡面 而涉入了戀愛元素 在裡面的話 如果他還要帶動劇情 顯然很多時候 他的作品裡面 就會 要不就愛情線那邊 寫得一些人覺得不錯 但主線那邊就失了 就不知道想說什麼 例子就是 愛情寫得很重 然後主線故事不知道他做什麼 就是那套來自風平浪 可能不成為明天 這個 江田大審願者 有桂圈真戀 愛情大亂鬥傳開 OK 然後你看到的人 副開物語 他是寫工作則 他是想寫 叫做職場的東西 但他又想寫少愛情元素 但職場那面太重 那些愛情元素 你又不知道拿來做什麼 看了兩頭不到我 其實這一套 PA都自己自稱 這套是一個 卡納去花火物語的延續 就是那個特色上的延續 都是一個工作的女孩 是你的第二彈 應該這樣說 PAOJ覺醒知道就是 封平浪正那套都OK的 大家要告訴你 一套GastLab就可以打沉你們 等一下 GastLab是不是真的說戀愛元素 我不肯定 他有主線和戀愛元素 但兩邊都說不合 他不是說懸疑嗎 他不是說念眼的嗎 不是哲學嗎 不是說真 糟了 三個主持看的東西都不懂 這套就是GastLab之後 另一套的原創動畫 主題就是 他應該大部分都是原創的 他有接外包的 他有接 而這個故事 其實說回就是 動畫公司的故事 正確來說 又不完全可以說動畫公司 正確地說 一班很喜歡動畫的同好的人 進入了社會 然後各自都希望 進入動畫這個行業 裡面的不同的部分 然後他們的故事 當然動畫的主軸 就是以其中一個 以成為製作人的人的目標去做 所以主要視點的角度 都是在一間公司裡面的 實際上沒有說過 他們最初的目標只是很簡單 他們想這班 在同一間女校裡面的 五位的女主角 他們在童話會裡面 做了一套七福神的動畫之後 他們希望就是他們 到來之後 他們有機會真正地再做一次 專業級的 演織真正的動畫 用專業的技術 像是放在動畫一樣 當作八萬 就像是滑漫 就像是滑漫 給全世界人看 這裡的類似都是這樣 應該說是把目標定得更高 不知道是中學時期 或高中時期 就像是業餘的作品 簡單來說 不是出同樣字 是出漫畫 或者你一個說法 就是有那個夢想 有那個興趣對動畫 決定之後 就投入去這個社會 實踐自己的興趣 這是故事的開始 當然 當然 我們身分也有說過 第一集最多的 就是我們看了一集 《頭文字D》 那裏就是 我記得我們主持 介紹這套動畫的時候 我和有馬是不太好看的 當你前面被 吹殘完之後 看了一套 新的原創的動畫 但是 告訴你 是一個動漫業界 五位少女的稟斗故事 但看了一個 不知無厘頭的《頭文字D》 一堆列他的時候 你覺得 這套東西在做什麼 我當然有馬二 可能變成哲學飛車 那樣就不好了 到時 不要緊的 有馬什麼都可以用摧殘的 之前我們身分那時候說的 頭幾集裡面 其實他 會比較悶的原因 就是因為 本身 這套作品裡面的角色 也很多 很多 你也看到他 早期那時候 其實他是用了一個 就是很美劇的形式 這樣 打個名字 再加上他擔當的職位 我覺得又不單止這個 或者換句話來說 大家可以在近年 電影的市場 看到有一類電影出現的 就是一些 以時裝巨人 或者名人 為主 傳記式 或者紀錄片形式的電影 那他有少少似這類 所以可能說美劇也會有 但是 這類類似用紀錄片模式 去處理手法的一些 不是紀錄片的作品 娛樂作品 就可以出現 那他這套用了類似的模式 因為我想始終比較有野心 尤其是這個製作群 監督水道路也好 我想他的目標是想 不單止是 講一個動畫公司的故事 甚至是有個野心 是想教育觀眾 究竟一個動畫要做出來 尤其你看到官網 即是一個裡面 出現的所有名詞 職位 甚至是給一些Sample 你看到一個動畫的製作 流程表 怎樣排行程 這些東西 全部在官網看 所以其實都很科普 我一開始覺得 我會分開兩邊來看 我過往講動畫 我也是這樣 動畫就還動畫 資料提供還資料提供 你首先要動畫 令到我明白一些東西 或者引起我某一些興趣 但始終終一個東西 動畫就是動畫 你動畫裡面 如果解釋得不清楚的話 你官網裡面 寫一百頁子遺跡都好 都沒有意思的 不是的 我就是直接打緊金桂生花某套的臉 那些設定 那些刺激 那些刺激 那些都放進官網裡 解釋那些 你不是人 不要計 真的 故事上面 剛才說過 角色太多 你很難一開始就消化了 所有角色的特性 可能一時三刻 印得那麼多人 名字就更加 加上就是樹齡有這個 相貌失認證的關係 而且有一點 你要看到比較明顯的 如果你說對比其他紀錄片 或者類似的作品 其實可能說 那個角色第一次出 就是那個受訪者 出現的時候 可能會有個名字 第二次可能也會有個名字 但其實它有別於這類 可能說一個單元 一個一個鐘頭的節目 或者一套紀錄片 它的模式 因為它是一個 每一個星期 就是播三十分鐘左右的動畫 所以大家會留意到 其實它在打人名 和它的姿勢 的這些珠色部分 其實它只是維持了 大概去到八集 之後開始 它就已經不會再 那個人主角 它就是製作 進行 它叫什麼名字 開始就已經沒有了這些東西 這個位其實是說 它拿鏈就是 它認為觀眾 去到哪一個程度 它就會記得這個角色 而它記得這個位其實很簡單 當它不再打名的時候 就是因為發生了一節的劇情 我想最少都要五分鐘左右的劇情 是關於它的 其實等觀眾有個深刻的印象之後 它就開始不打名 當然你說 它還有一些配角 之後都因為這樣而不打名 但是大體上一些 我們在阿葵這個角色 看到的 尤其是它本身是一個 叫做製作助理 打贊 你見到一個問題就是 我不算名字 你開始說這個人是監督 助手 製作人 演出 一大賺名 你不算名字 但我不知道他的職業是做什麼 你現在演出 其實做什麼 我都不知道 你當自己當作動畫 是一個不懂動漫 以來的人來說 你都看完馬上的名字 你又不知道 知道他後來可能 淡化這件事 你不需要怎麼理會 他們現在在做什麼 還是不做 還是可能沒有做過 但是你也是 可能不清楚 不明白的會發生 可能會很辛苦 一開始 尤其是對一些 如果觀眾 不是跟得很貼 這些動畫的職位的人 就會覺得 連那個職位做什麼 都人都未必熟 但是我想那個動畫 尤其是罗巴球的重點 就是先從一群人開始入手 一個大事件 是聚合了每一個環節的人 是要去做的 即是第三集 去講究竟那個人物性格 那個作畫 是怎樣 改好阿努比那個 哭的樣子 而故事裏面 其實我相信 因為製作群了解 怎樣去做一套動畫 他用製作助理 即阿葵這個角色 先去做次 尤其是 除了一開始 有利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把 數一位角色 全部放在出來 因為這一個職位 就是所有崗位的 一個溝通的橋樑 以及一個整合的崗位 它是一個集合點 是的 而這裏 他看到的 就算其他人 是多麼忙 他都會說 有沒有搞錯 這個時間 你不要再遲些 類似這些 一些壓時間 你這邊有壓我時間 你壓了的話 另外那邊有壓時間 他給你看到一個印象 動畫業界 其實 時間就是這樣 壓縮得那麼厲害 而 他有個好處 就是他因為 他用阿葵這個視檢查 本身這個職位的人 當然我們不熟悉了解 真正是不是這樣 以他的描述來說 就是這個職業 就是要這樣走 所以你看到 場景是不斷去切換 尤其是頭幾集 基本上沒有哪個場景 你可以維持到一分鐘 因為基本上是連珠炮發 你看到可能是 尤其是表現那個繁忙感 就是不停被阿葵 描心他 就由一個部門 又到另一個部門 那句對話一連串 說完之後 他究竟工作要做些什麼 時間分配 究竟有些什麼問題出現 那些衝突的事情 其實可能是 他要營造那個繁忙感 製作主任 就要不停一個動畫公司 被團團轉 做很多事情 這個正正是 動畫想做的第一次效果 就是見到 原來不同 一個動畫 一個團體合作的職業 你不同的崗位 做到不同的部分 還是原寫這套動畫 不是合作 合作來說 我覺得很同意這件事 其實他已經 現在劇情已經滲了一點 就是說 他如果有一個人 他將他的工作 那個時間 搞亂了的時候 其實他影響了 後面編排的一串流程 他隱隱隱隱的 會帶到這件事 就是監督那個黑歷史 監督那個黑歷史 最明顯 也差點從這黑歷史 第三集說到 他在首十二集 他主要是說 他們做的一套 原創的新動畫 由監督 目下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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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水島正義 即是他講明 他取材於水島正義 通常都是取材 取材他的身材 水島正義很開心 水島老和水島正義 都很friend 經常叫自己做哥哥弟 黑歷史 就是水島黑歷史 不過算了 水島老是黑歷史 但是那個黑歷史 對 那個黑歷史是水島老的 分明就是戰車少女的黑歷史 第一部說的是原創動畫的流程 第二部就是改編一些人氣的漫畫 跨媒體化 對 以第一部來說 基本上 我覺得他會做到一件事 你會為一些角色 會扔到他們不值 因為在這個故事裏 有些角色 始終都是說 他是一個職場 有些人很有熱誠 有些人 每個人的工作態度會不同 有些人當作打份工 收工放工 有些人就會極射博 太狼 第一 應該說是在整套事裏 除了到最後兩集之前 基本上太狼是一個 就是什麼呢 給這個觀眾 發洩他的成果 哇 這個人是混蛋 就是 為什麼不解僱他 那時候討論居就休了你 那句 唉 我公司裏面也有很多太狼 這樣的人 是 真實的人真的被他壓了 不是 這件事就是給觀眾一個擋入感 我公司真的有這種人 自己很投入他的角色 那種音樂 這套本身就是他講的職場 但他又不是一般過弄 就是在這個職場裏面 有超多奇怪的人 他裏面很老實說 他奇怪的程度 不會去到一些覺得 我們現實接受不到的東西 即是你接受到你的隔壁 是哥特羅來 那 沒問題 他的風格而已 沒有 一個人穿衣服 你驗到那頭 像10BB的上班 公司容許他 你就可以了 你要記住 穿成這樣也有個美女 你會不會介意 這是最不現實的地方 不是我反而 有一個美女 不是有一個 三十多歲 四十歲的BBA 去搞這個 多特羅里莊 在這個現實中 我覺得實在有一點 跟著Microsoft軟件 黃夏慧是38歲 應該說公司實在太多美女 應該說公司實在太多美女 這一點不現實 你看到他不同部門之間合作 其實一開始你說 因為很難逐集再說 他整個流程這樣去 其實我們都逐個 我想半季半季這樣說 很困難 很困難做這件事 如果你說他第一個說原創作品 如果你說算太郎 第一件事大家覺得最討人真 應該就是 3D部分和2D部分的爭執問題 因為這個其實是 已經說了稍後劇 中段裡面他一直在賣服 就是什麼呢 監督作為一部原創動畫 這個人居然是 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就是說他說 哇這條 這條他活動 然後突然間 在五五日或者兩個星期之後 看完之後說 我還是不是覺得好 你覺不覺得有些問題 但是我說不出有什麼問題 我說不出有什麼問題 但是你是不是感覺到 他有些位置不行 但是我又說不出他有什麼 Can you feel 所以老闆說這一句 你這樣說得到 你的原創就最害怕 永遠都感覺到什麼 這個就是常規那個白氣眼 是不是 我一個問題就是 他講的是 動畫是一個一門創作 集體創作的飾演 可能你平時做一些個人創作 你做一個導演 甚至是一些比較獨立的導演 你有藝術家脾氣的 你有些東西想一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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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藝術家脾氣的 他有藝術家的抽象 但是問題是 其他人不知道他又如何抽象 那個問題在於他比較三心兩意 我想這個也是藝術家的 他很專一的在炸雞方面 當然你說那個角色 木下監督 他有一個光輝的年代 他曾經是憑三套作品 他就拿到一個最佳的新人獎 然後到他拿到新人獎 之後再做下一套原創動畫 就是他惡夢成為他不生的恥 下歷史 魚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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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經過了這一套之後 幾年之後 再來一套今次這一套原創的動畫 六年零七年 是的 究竟是屬於他的在喜之作 對他來說 不行的話 不是能否復活到呢 就靠這一套 可以東山在喜之作 吃粥吃飯就靠這一套 可以根本腦 福田之前 被電龍想了多慘 被電龍想了多久 那他也有過光榮年代 塞多方面 那人家是天使龍 他就是東山在喜那些東西 就是東山來鄉 在這個位置裡面 監督 我不知道本身白雙的故事 他刻意的走路就是 想營造這個監督就是這樣 若然你說正常一個人 就是一個監督又說 我乃過一次大東西了 這次真的叫做什麼 不成功變成人 變成渣 而就是 你看到就是 就算他改劇情 他不是說 我究竟怎樣改 他是說 其實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其實 但是我又想到一條條 我又覺得他很合理 那你們就做吧 不如 你一方面引證了 這個動畫是雜體創作 這件事 想想一下 如果能夾一個人的話 其實他可能甚至 他不是那些很存在型 那些 他連那個故事 想鋪排怎樣 都未必想到 他寫一些意念 最後靠的一個編劇 去幫他組織 他那些事情是怎樣做 不是意念 他那些是老內寶原 那些是一事之差 他那個其實 你說目下監督 他一直做出來的那件事 他在整套作品裡面 他其實是什麼 將一些 即是他有個大綱之後 然後跟著 根據那個大綱 就是那個叫做主題 你說這套動畫的主題就是什麼 我們就用這個主題去進發 然後當中裡面 好像無論是編劇也好 其他的各方面部門的人 就是其實 再給意見 如果根據這個主題 我們應該要做些什麼 其實就算他是一個監督 他很清楚 可能製造一些動畫流程 但是可能一些 就是 美術的風格 一些畫面裡面 其實他都要靠其他專業的人 去支援 究竟怎樣才可以表達這種感覺 當然你說 在他來說 他是要很清楚表達出來 就是說 我要去一種後現代 又不知道什麼 你放水在那裡就可以了 他又給不到一個很清晰的概念 整個工作流程裡面 所有部門的一些 ahead 所以其實 在你說第一季裡面 這套原創動畫 其實監督一直在這個位置回圈 因為他一直不太表達得清楚 究竟 我究竟應該怎樣 把我腦裡面那個影像 去投射下去 每個人身上都有共同的影像 所以想回第一季的故事 其實都是 說的是身邊有很多人幫他 如果不是有些人可能看出一些想法 或者說 你這樣這樣說 其實就是這樣這樣 幫他理解這些 就是這樣 你試一下 沒有人煮炸雞給他吃 他不用做 你只是跑掉 而且我最重要是為他監測 對 他在這裡看到這件事 動畫製作裡面 你當作是一間公司裡面 其實監督是一個 很高 應該說是高層來的 但是看到就是 在裡面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說動畫業 也是這樣 其他人是不會理會這件事 就是說 是少許有少許的 就說 你想好了嗎 大哥 你還沒想好 你不要跟我說 打工仔最討厭這種嘗試 沒有老闆 最重要的是那個文化 就是下屬直戚上司其非 你是不是又改 但是香港不會出現這件事 香港你說這件事 難道你想被人慘嗎 不是這樣說 因為在動畫那個文化裡面 你不是那個監督是你的上司 不是處於你的工作裡面的 生死大權的上司 他只是你 就像是一個製作的隊裡面 一個隊長和一個隊員 就是一個designer head 其實只不過是這樣的關係 那不代表他是你 你跟他對著幹 就會失去工作 你見很多開會的時候 監督沒有什麼聲音 在旁邊的人發聲 可能跟金主來講 你只是我隊員的員工其中一個位 不過比較高一點 高一點 去回主角 就是武藏野這間公司裡面 現在五位主角裡面 其中有葵 在裡面就是擔當 然後葵馬就是擔當 然後葵馬就是擔當這個電話師 其實開頭就是 這兩個角色 你看到就是葵很磨 因為他本身要 他到處走 因為葵馬就是坐在位置 正經一點就是他要畫畫 他要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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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看到本來好像是很不願意 因為其實兩年前 是說 一起說我們要和 葵三鶴要做一套動畫 然後兩年之後 那個樣子就對他了 就已經是 就已經被職場摧殘了 好像 好的 第一話 第一話 開始以聯盟太奇的鏡頭 去說他們當時有夢想 去追夢畫畫畫 然後下一幕 在車上 變成一個很殘的樣子 在看著外面的車窗 根據這個最新的Anime 製作者實態調查報告書2015 大部分從業員超過六成 公斷是超過十至十二小時以上的 然後每月休日 其實大概是三至四天左右 你說你覺得阿霞馬這個美女 會不會慘 每月休日三成就是回復工 簡單說就是勞工價 十二小時一班 大問題是人工那些是比平均更低 人工會得一半 2%都是一百萬日圓以下的收入 我告訴你 然後大概三成左右 都大概是三百萬日圓以下 你這樣說是沒有意思的嗎 價不一樣 你要說得人家做一半的樣子 與其說工作的辛苦 其實他是用那個期和那個角色 就是完成工作之後 給那個樣子你看 就說他全殘了 這條文無能為力的 你再加工作的話 他一定是掉影 裡面的也都看到很多人說 會病 就算有些潰麻有時候 病都病都要繼續患 就是說不患的話 不是病的應該就是完馬師 就是他 賴村 賴村是病過一次 那不是潰麻也病過一次 這樣就沒有那麼嚴重 好像不知雙風一樣 就是戴著口罩回共 總之病都要死 要快繼續患 工作裡面都說 他想表達的是 這一份工作其實最主要的 其實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到的事情 就是一套動畫 就是你要靠所有人同身合力 所以阿葵那個角色 他的漢字就是說什麼 沒有的 他好像真的什麼都不懂 他又不懂畫畫 他又不懂編劇 他的任務被人看出來就是 追奇咯 收檢 追奇咯 完成了 第一句 他就說 搞定了嗎 快點行不行 不是不給你時間 不過對好盡快 那類型 他又沒有那麼強勢 類似PM那種 他就說 夠了 你準備好了嗎 他就說 你搞定了嗎 最後他就說 你還沒搞定 我最多等你五分鐘 你快點搞定 你怎樣都要死定給我 其實他本身就是 一個人的延期 就會影響到其他 後期工作的某些東西都會信念 然後他就會被人贊了 你幹嘛不追他 你拿著把刀含著他 表現的就是 工作那裡 阿葵這個製作助理 他的工作就是 要協調所有人 讓他們可以 在一個很微妙的情緒之下 都能夠完成這個工作 很明顯他們大過分 甚至乎 我覺得他的角色 其實是在動畫上 他到處走 他是看著其他部門 究竟有什麼問題產生 他的角色 我覺得是 好像一個鏡頭 他只是一個中層 他只是一個中層角色 這個中層角色 就是他回收了 一切所有的資訊 然後再整合了之後 然後再丟給 可能另一個地盤 跟著他會去處理 再相關日後的工作 所以這裏 也是會見到最多的 就是人事關係 也都可以見到 就算好像 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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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郎是同一個部門 不是 是同一個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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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又說 其實我又不是很喜歡 最初那個 總之是一個男 一個女 他們兩個 都是很堅持自己的風格 但是 他們如果是 一個集數 譬如第三集 一個負責第四集 他們都見不到 他們兩個就會好像男娘 不是他們的方法 不是南洋那種 他們說是他們作畫的風格 都一樣 一個是編文系 一個是畫機械 如果你說到極端的情況 就是什麼呢 當你看到第一集是租造的事 然後第二集就變成 盲風 為何 兩宗不同的風格 那個男的那位 原畫師 其實他說 其實他不滿意的地方 就是 他不是很想接 那位女的原畫師 是作畫監督 因為他覺得 風格 很難佔到他的風格 他不是原畫 他那個是作畫監督 是作畫監督 這個賴川是那個女的作畫監督 然後那個 有個自由身的原畫師 軟騰就是那個男的作畫監督 故事裏面 其實他這裏講的動畫 就是每個製作助理 其實負責中的 畫素都不同 而每一畫和每一畫都是 神此相依的 總之你一集死了 下一集就糟了 所以現在最嚴重的事件 就是太郎 在頭十二集中 極討厭 極過黑人真 極過黑人真 極過黑人真的角色 你覺得就是 這傢伙真是不炒也沒用 其實他後面不黑人真 原因是他少了七姐 不是的 這個待會講 我會講他後面 有他的好的地方 你會看到 他最不好的地方是 他什麼都想射 什麼功都想鬧 而他射的時候 他會隱瞞自己的個室 隱瞞自己的個室 隱瞞自己的個室 而且也看到 他那一次 令到作畫監督 不去擔任演出的工作 就是因為 他傳遞的信息 根本上就是錯了 錯了 這傢伙天生是 什麼呢 自作聰明那種 他有一個特殊技能 挑撥 他傳遞的信息 就說 Wording 就不同的 導致的意思 就不同 然後又好像加鹽加噪 結果就出了反效果 更加搞到別人覺得討厭 他甚至有那種是 猜度 猜度了別人的思想 但別人那句話根本沒有說 然後他把自己猜度的思想 混和別人那句 本來的原畫師就是 我覺得這個場面很重要 其實我是很想畫這個場面 然後他就傳遞給3D那邊聽 就是說什麼 沒有啊 他覺得3D是不行的 3D是做不到這種效果 2D才能搞定的 然後3D那邊說 他這樣說 然後他就說 如果其實2D那邊 其實他真的想畫 那我們沒問題 只要你說給監督聽 監督OK就沒問題 他又傳遞給2D那邊說什麼 2D是做不到這個效果 這個世界是3D 你遲走開玩笑 你也叫職業再創作不明白 他應該是 他的意思創作能力是很高的 不是 他深化了問題 但他不是解決問題 他是一個釣魚大師 對 成功飲戰那些 通常都是出演這些人 我其實最討厭他 就是他搞亂了這麼大的事情之後 他是隱瞞不暴 知情不說 那些說出來 又是解決了無事 另一個最討厭的地方就是什麼 當他出了事 出事的時候 他故意打電話給阿葵 但是又說了一大堆廢話 然後一個屈尾就告訴他 我打了給你 你不聽我說話 你都未聽完我說話 你要收線 等於又入了一個人說 其實我剛剛我的貓又生了一隻小孩 很可愛 但其實他想說後面一件事 他故意說一大堆廢話 然後他說 等到別人收了線 不關我的事 我想說的 不過你收了我的線 然後就想把責任寫完 寫完 他想要阿葵摺完他的責任 拖人下水就幫他幫忙 幫兇 這個就是他會幫他 這個命運共同體 這些就是私私給全世界的保險 這些是病毒來的 這是鐵索連環 我輸了給你 你沒看嗎 或者這樣說 在這套動畫裡面 唯一叫做什麼 是工作方面 就是工作態度 是很有問題的角色 其中一個這個裡面 阿泰羅這位角色裡面 他是唯一一個 工作態度有問題 但他是沒有被人懲罰過的 他是表表者 工作態度有問題 但他是完全 就算其他人 無論怎樣也好 你罵他也要 沒有人怎樣罵他 就好像說 史系那種是吐租 就是說 你沒有資格說 你給我收聲 這樣純粹是 你會覺得 這個角色 他討厭的程度 是因為他沒有他相應的懲罰 在裡面 所以才會覺得 而這傢伙就是 他永遠都是這樣 而他永遠都沒事 他永遠都不會 從錯誤中學習動改過 我想那個動畫上訴訟 他永遠都是笑歧騎 嘻嘻嘻 但是就 給你的感覺 就好像傻人有所福 生氣不下的感覺 就是動畫裡面 很多人對他的評價 都說 太郎根本人類都請的 有什麼人請不到 就好像已經成為了 這個底層的渣載 一樣 但大家尤其不是很生氣他 其實只是覺得 這傢伙都不是很會有用的 硬要先用 或者這麼說 他表達不了太郎 其實我可以說 他可能真的 工作態度有問題 但是應該說他做事 叫做他會粗心大意 但也不是完全做不到 那種 但他又表達不了 他做到事 那種的感覺出來 因為我們永遠都看到 他也是他壞的一面 稍為好的 在頭十三集的原創動畫裡面 他一次都沒有成功過 應該是第二季才幫他細分白 我也這麼說 其實他在後面的劇情 也帶到那個角色 應該他不是想廁造 他不是沒有責任感 他也不是熱情 你怎麼看得到 我不是 他後面也有說 他也有那個夢想 我想想說的話 其實他不是有心搞破壞 只是他可能有時能力不足 那是另一個角色 也不是 我覺得兩個都有關係 那你也跟泰羅一樣 把他帶入的 心法和兩個混合在一起 他不是有心搞破壞 但破壞 就是有心四博 那些問題 另外的 你說當中的裡面 當然要說的 其實幾位主角 其實除了阿葵 還有阿葵馬之外 另一位 鄭香就是 聲優那個 他就是典型初入行那些 就是我們認知裡面 其實很多你說 有名聲優都說 我沒有的 我還沒出名之前 我都是 可能是村人A 有村人A 就好 村民A 一定要做兼職 兼職 例如七仔 吃杯麵這些日子 就很快 而且他出道 人家出道 JK出道 好像大學三不二才出道 然後跟著 美沙 美沙入了一間 就是3D機製造公司 另外一位 還在復大學 金井禄 他第一季我氣睡著 阿鹿還在老近 老近近的父母 供著他去復大學 所以其實第一季 我覺得集中了在五人裏面的 繪馬和葵 在那裏 但三個其實帶的比較少 美沙都有的 美沙和靜香都有 滑落的 滑車輪的 他們都是說 當他們入職場之後 他們就發覺 這個職場 不是他們想像中 應該說 這條路不是那麼平坦 那麼容易走下去 那就是這樣 那就是他表達一點 不是 身為一個學生 但對未來的社會有種憧憬 是很激進的 你不要這麼快打尋任地師 你不要這麼快打尋任地師 這不是叫低B 這樣說 很難說 你出來工作十年 和你十年前的 你是差很遠 想一些事情都正數 我想那個美沙那裡想說 就是說 他做一個3D公司 是一間 少有名氣 剛剛開始霧氣的公司 不然他們最有名的 他們就是做車 對 在遊戲方面 其實這些回不了頭 做車做到出名的 你很難接到其他個案 接來接都是做車的案 小賭神 小賭這些 想轉型失敗的 不是被人說出去就算了 並不是小賭 應該要說的就是 你信不信三女一典跟你說 我不想做車遊戲 我想做另一隻 你會給他一個信心 跟他做車遊戲 你不會的 你知道嗎 三女一典就是 你聽到他的名字就是 車 賽車 跟賽車 還有什麼 小賭跟你說做恐怖 你會覺得 可能OK 三女一典做恐怖 你會覺得很恐怖 真的 不是恐怖的 應該這樣說 你發生了什麼事 是不是你賽車場 不破產 所以要搞其他遊戲 不會 他那些就說 美沙那公司 他做到真的出了名 而公司社長 其實他都表明了一件事 就說 我這麼辛苦捱到這裏 我沒理由 難道自暴其短 現在說 我現在做一隻貓 他也說 這間公司曾經做過其他事情 但是 令到他最成功 就是這間公司 一創意是需要的 但他也說 我養了五十多人 大佬 而且你們說 在這個業界的人工裏面 你們是很好玩的 走上這條路 你很難走回頭 因為你有專門性 你才可以出大為而出 我覺得 唐美沙他另外一個介懷 就是他每一次做 就是做車輪 那塊塊的東西 就是你工廠 你每天上班 就是做一顆螺絲 一顆螺絲 一顆螺絲 你會悶 他在說一些大廠 其實是甚麼 技術分工 你技術分工 其實你是不知道 那件成品是做甚麼 但你知道就是你要做這部份 你做這部份 你可能會做到 在這個業界最上級的 出神入化 你是車輪之神 他也有說過 尾沙之後也有說過 他去了另一間公司的時候 也有說 你做的車輪做得不錯 你做的車輪做得不錯 真的 因為本身你的技術是突化了 現在也會的 就是一些仔細的分工 裡面會帶來那個人的技術 他就是集中做 很專門的方面 你不會完全認識所有的東西 不是通才 你有一個基本技術 你會被人看得出是甚麼 你建一個車輪和建一個機械人 其實都是可能是3D 但你會說 為何其實差這麼遠 你的車輪為何這麼仔細 這麼漂亮 完全捉到那種神髓 但為何你建一個機械人 你做不到 這個是你經驗 和你接觸裡面的問題 所以什麼時候都說 你如果真的想學東西的話 其實真的不要去大公司 制度那種系統 是不會讓你學到很多東西 所以美沙那個位 他公司的社長都問他 為何你真的決心要走 即是他一開始上天堂的時候 他看到射了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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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 即是告訴他 他表面就是 叫他想清楚那個原因 就是 我的公司其實就是這樣 我不會因為理想你的個人發展 我根本是不會接過這些工作 其實他說 你想清楚你自己 是不是適合我這間公司 他接著到美沙遞遲即進 那一刻 其實他都問他說 你找到工作 考慮清楚 你考慮充給我的 你找到工作 美沙就說 拿詞 拿詞 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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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霸氣 不是的 其實這些真是趁年輕的時候做 你做久了你就不會動 我都很認同 那邊的是 美沙和社長 他們互相說的都是很對的 社長當然說得很對 我家公司做到業界裡面 突化最頂級的一件事 我繼續做一條line 去打好自己的根基 然後慢慢去提升 那這個是明顯 商業很常見的手法 美沙也沒錯 正如漁長老所說 就是你趁年輕 你好選擇就現在選擇 你沒可能趁你30歲才開始去搏 尤其做創作 其實做創作這些 如果你真的留在行內的時候 你再轉出來 已經不是那種能力 這裏也有一節的劇情 就是美沙的同事 他們說對白 美沙說 我做了一整年都做車 然後有一個人說 他做了一整年都做車 他做了三個月 還沒做卡田劇 他說 你做了三個月 我做了三年 我做了三年都是做過學 那時候美沙休 你說了一句 我想想到自己五年後 都是做一張車 那你又玩完了 出來轉工 你懂什麼 我懂做車 轉 轉就是在智聯 我想最可惜 最可惜的是白沙的劇情 其實最可惜的地方就是 美沙沒得發揮 我覺得本來這個 是不是應該轉行呢 林千人追夢是不是OK呢 這件事其實是可以說多些 但是 故事一去到美沙之後 找到一家公司做 就已經沒有什麼 再有下文 我覺得是很可惜 或者這樣說 因為本身五個角色 都有五個角色要面對的困難 阿葵要面對的困難 就是他在工作上的困難 因為工作上的困難 太多 在這個叫做動畫業界裡面 在故事裡面 太多奇人了 有些時候會說 我又不是很想做 但你又叫我 我OK的 但做的時候我又會爭取 他好像完全沒有做那種 原來這麼辛苦 我不做了 到底是他很有才能 然後他就說 美沙介紹這場 這傢伙簡直是業界的橋楚 你找他就對了 但這傢伙原來會穿草 很多這些人 阿葵的工作困難在這裡 而阿葵馬的工作困難就是 他想提升他自己的技術 他追求進步 是的 他的進步也是 在故事裡面 那一集就是 他畫的畫是很仔細的 很勢力的 而因為勢力 就是犧牲了速度 而在這個業界裡面 他現在要追求的 就是要提升自己的速度 而他自己為了提升速度 就把自己的優點壓殺了 就為了符合那個速度 所以另一位 漫畫師 賴村 就跟他說 如果他這樣的話 其實他是在走一條歪路 即是說 走正面 那個畫面 應該是一些畫質 不是那些人接受不了 很老實的 我們在動畫上 我們經常都說話 有些動畫 我們是不會討論 我們不是說他進不了畫 不過不漂亮 我覺得他最好是給我們看的畫 但他沒有 我不知道 他有一兩個畫面 他掃了一些圓畫的線路 他有畫面 揭揭那些畫 你沒有對比落差 因為他有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裡面所說的圓畫 是圓畫性質的不同 不是圓畫質素的不同 他裡面所有的畫 都是你平時買到 給錢的那種吉素的圓畫 他的意思就是 我們一套畫動畫 那些畫得差 是因為圓畫不關於圓畫的事 是圓畫可能 外判給其他人 畫動畫中間的 過程 畫得很難 他裡面有一個說法 因為畫的速度快了 而令到他 與章之間 切的頁 中軸的線條 開始不連貫 這樣就做不到動畫出來 因為他再處理下的部門 根本就跟不了 就是我們用回 對上幾個來說的 就是人的腳 明明是在跑 但可以直線地跑 那些 就是聰明的 即是你的圓畫畫不好 是中間畫 剛剛有馬說的問題 就是中間畫 中間畫 簡稱Keyframe 對 Keyframe 那些就很難度度正的位置 諸如此類 而他在說 這個犧牲 會令到他自己的優點 會越來越慢慢消失了 而變成一個 沒有自己特色的圓畫師 我想就是 佩麻和美沙 可以說是相反 佩麻在動畫的形容 其實他大概年半的位置 已經坐在圓畫師的位置 當然可能沒有狀態小人 即是他有天分 其實他是有天分 即是如果能給他時間 他可以做到一個很出色的圓畫 甚至要講配 可能給他幸運 就是他已經去到一個位置 可以發揮到自己的概念 但偏偏就 一個創作者 越早沒有起 其實就更加容易遇到平頸 正正就遇到這個問題 他那個問題就是 我相信他認為 公當藝術 那就自然會快 誰知道就是 隔壁的老前輩就跟他說 你是不會越畫越快的 你只會越畫越慢的 你的快碼是由一開始定了 等於你寫字速度一樣 你不會去到高年級寫字快 即是他那些人的公當藝術 你以為畫得很多 就特別是自然升級 打怪經驗 但重點是 畫得越多 你應該抓到那個路 反而才升級 這個是公當藝術的 他那個意思就是 你現在你 譬如 佩麻那種 他是畫得很厲害 其實可能 他在說的話 他畫得很厲害 可能其實 他本身 他可能用這個 其實他這個 耳櫃女友說 他開始教人的時候 就是一個跑的動作 其實可能 簡單來說 只需要五張就可以了 他畫了十張 他畫了可能十張 沒有問題 但都是表現到的 但他可能會畫多了 而令到就是 他自己的工作提升了 所以其實 他一直是 後期也有說到一件事 就是說 他接觸得多 他就知道 你看到這件事之後 你就會知道 你怎樣畫原話 可以畫得更加快 而不會影響你自己的畫質 甚至乎 在中間拿了一個平衡 中間他有一件事 也提到的 譬如說 他講到 圓創 最終說要跑馬那一段 那他就說 馬的腳步問題 其實就是欠一幅畫 他說這個位置要補回 因為腳的位置不止 因為剛才說 你補key film的位置 電腦流程就做不回 一定有些位置是用畫面 去做一個referencing 所以 就需要某些位置 需要有一個畫去參考 固然 你說跟著這裏 最慘的當然是星優 補充一點 我們之前event 就送過一本類似的東西 就是Face Zero 那個就是圓畫揭的 Motion 不過不怕誰拿了 即是圓畫集 應該都會出齊困錢 而你說在第一個裏面 當然最少的其實是正鄉 因為正鄉的角色 就是星優 其實跟他們製作流程 其實跟他們製作流程 其實是很近 但是又很遠 第一步裏面 其實沒有這麼集中 當然你說故事裏面 就是他們每個人就說 他寫得幾度的就是 其實每個人 就是他那個難題 那個困境 不是說你的朋友可以幫到你 因為我和你都不同職能 我怎樣幫你 我幫你不到 這個一定要靠你 要靠自己走 那條路 靠自己去怎樣突破到 這個困境 我記得有一幕 就是葵和佩瑪在天台說話的時候 就是其實 任憑葵怎麼安慰他 但用他的職位去說的話 去安慰一個圓畫師 是不合理的 整件事 因為困難 他就是吹他的 不是 其實是雙衝的 他就說 應該這樣說 放心吧 我相信你 不過你一定是交稿 這個相信你之術 都不是我實際 我相信你可以 不過我記得是交稿 不要遲 所以最後參觀 阿伯就叫他 又沒有去安慰他 因為同職能 同工作量 才可以同心能感受 說話比較舒服 當然你說另外 其實最偽重 你說在第一部裏面的活補 當然是監督那邊的劇情 就是那邊的劇情 基本上是所有的危機 都是由監督那邊帶來的 主要監督就是因為他 沒想到辦法 他們其實在說原創動畫的東西 其實是甚麼呢 我快要報告一集 我不是才想下一集 太自由 原創反而是 不像後面改範 這個也是我們有時候 聽到一些原創動畫 才會說 下集 你也看到的 下集沒有預告 為甚麼下集沒有預告 原創的劇本都沒有 從何位 說不說 不公平的 有些作者 未做完他的支持 可能早期已經寫完劇本 都有的 你錯了 扭一下 扭一下這句錯 有劇本不代表有賄 content 沒有用的 然後突然間有一個人說 這個辦法不成功 好像想改一改 那就沒有預告了 因為出了預告 就改不了了 有馬的問題 適合一半 是前幾個月有劇本 但是要改 兩個星期之前才說 你有劇本會沒有賄 content 沒有用的 你有賄 content 才能做動畫 那是分鏡才是重點 劇本是要發成分鏡才是動畫 那就準備了監督 當然 最終他們出到終極首電 就是監禁監督 為了讓他們出到最後一集的結局 因為監督一直都想不到 究竟最後一集的結局是甚麼 而最嚴重的時候 你在那個位置看到的問題是甚麼 監督原來他是迷失了自己 他突然之間是不知道自己這套動畫裡面 究竟主題是想說甚麼 這個就是真正他最大的死亡 我覺得很真實感 我覺得很多原創動畫 在後期都是出現的情況 很多創作型的 很多創作的工業都會這樣做 尤其是在一些有續集的遊戲 其實你見到 我第一集玩的恐怖 第二集是動作的 第三集是超人 第四集是一集 第四集 你調轉了個次序 第四集 如果玩逃生的話 我應該是玩喪屍的 我不應該是玩殺那個人 那個逃生仔都不拿著武器庫 我完全沒有逃生 你應該是要找 當我變成喪屍之後 我怎樣可以和這些人最煩惡 最後被一大聯鬥 就是 他慢慢說 跟主題是否不同了 這裏他說的是 他初初想這部動畫的時候 究竟 第一個 他形象中 究竟 他在想什麼 其實他是想表達什麼 然後他要捉住這一點 然後他就放揮小宇宙 在監禁的房間 當然這個監督是有屠玉的 他有施生break的 但這個 他的愛妻 不是 他長期戰友本田 肥老本田 肥同文 擦至脂肪同文 脂肪同文 脂肪同文之下 都可以幫到他解決了難關 他的劇情是 近年爆漫裡面的 其中一個角色是有逃亡匹 一做不到就會逃亡 他就說是肯定 肯定 肯定不是同文 肯定是老公 不說他 吹得惡張 他就說 站什麼旗 沒有旗 這個世界沒有旗 還要是那些 摊了去彈機的姿勢 站 沒有旗 他就說 真的想不到 但要出下一期 就說 休憨 有下一期 有Final Fantasy 就是下一期 清散 什麼 你都玩了十個遊戲 沒有空 跟我說就病了 休憨就行 不一定要我 但我畫了的時候 你又一定要連續 有什麼所謂 現在莫嚇監督 也不是那麼神桌型的 動畫製作人 這是他一說前此的 作品 重要的理程碑 當然莫嚇監督 我剛才說 他是在不停地逃避 但如果真的可以讓他逃避 他可以逃避一輩 他好像會說 沒什麼所謂 就算心敗也沒什麼所謂 最怕要拿雞吃 所以社長的職位很重要 社長是餵字的 他是智養員 不是 他要看著每一個職員的心心 紅豆餅 掉到藍色 就要準備他的喜歡 呼東啊 炸雞啊 要將他的Tension 升上去紅色的心心 社長我覺得很厲害 他一個動畫裏面最有智慧的角色 他永遠都是靠兩三句 就可以打發到那些人 這個是不是動畫公司 浴城又去呢 你一個CEO控制整個遊戲 所有員工都要 哦 什麼遊戲 不是這麼多肥老嗎 第一個故事就已 終於都你說 是順利完成了這個作品 Exodus 是的 當中裡面 好像除了你畫一些 他也說到的 就是另一個比較老的原畫師 他本身畫風已經不合 現在說的是文系當道 插光謬 是的 他現在說 他的畫就不合 但其實他有一個很紮實的 繪圖功力 但是以這些繪圖功力 其實就是什麼呢 因為所有東西 就算怎樣畫 你聞到不聞也好 動作那些東西 其實說的是基本 不是說到尾 沒有做東西 動畫裡面有誰是廢柴的 呃 太郎 哈哈哈哈 不是 現在真的說 原畫師裡面 我們接的動畫是文系 但這個我不會說是文系 其實你也是 托手扔腳 不過外於社長的情編 你那邊 那個世代的人 我還不認識你 你已經錯了 他負責當然是另一套動畫 但是他 如果動畫裡面 解釋裡面 他是外判那些 他負責外判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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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負責兒童鄉的 他是 他整季裡面 幾乎是 能夠拿到 最佳準時放工獎 還有最佳準時上班獎的人 他不是最佳準時上班 我怕他有時快 還有一個 阿尤佳 準時 不是提草 你說準時上班 準時上班 準時上班 都很準時的 OK 我想那個最有趣的地方 是在於 他想回歸那個基本 就是你畫動畫 有時候有些東西 就是你最基本的動作 最基本的原畫 怎麼畫好 其實反而是那個基本功勢 最重要的 例如動物那個 很複雜的動作 肢體 不是你紋是不紋 這些畫風的東西 可以補救到 而是你見真章的地方 就是你那個 問一下 經過這件事 小粒原就因為這樣 就說他很佩服 這位老前輩的功力 其實他就想自己再次 回歸這個基本步 你說小粒原沒有人不明白 要說 哥德羅莉 哥德羅莉 就是再重新去收黑 這件事件 當然你說在第一季裏面 亦都說 很現實 一些公司裏面 叫做人事的調動 有人就會 離職 離職 有人會加入 故事裏面 展開就是 亦都由阿葵 經過了原創動畫這一役 得到一個機會 很多經驗 因為本田走了 本田走了 他為了他的蛋糕離開 他在那裏說 很多人 入這一行 其實是 沒有的 我無緣無故就入了這一行 無緣無故就做了這麼久 為什麼 我是不是很想在這一行 成就一番事業 我又不是 其實可能 我的夢想是做其他事情 其實我沒有想要陪著老公 加多他在一起 你加多事業 你看監督離了一分 我想想說的 尤其是BMP 也好 本田也好 甚至MailSum也好 其實他們做的會議 跟動畫畫成道上 是最無關的 我的最無關的意思是 畫背景畫背景 上色是上色 原畫是原畫 剪接是剪接 但其實 你反而見到 製作主任 這些位置 其實是一個 好像平時你做公司裏面 的一個 負責做專武的人 這樣也好似 對 所以其實 純粹的文跡 對 一個文跡很技術型 你看到後面 甚至他請人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人 完全沒有動畫 對他來說 是OL 對他來說 你太郎也沒有技能 你不要太執著他 很大懸恨 很大懸恨 這個好像 我突然看到 他突然變成Eva 那樣死款 然後就問 他很有意思 為何你要做動畫 為何你要做動畫 然後大家都說 不要 做下去就是這樣 而你說 做這一個叫三女 這套 動畫 對 裡面其實 他有很多 一些資深的老前傅 他們都說 沒有的 其實我為何要做動畫 其實沒有的 我之前不是打算做動畫 我是打算做電影 我是打算做什麼 不知為何要做動畫 還要做動畫 怪我 但是這個很真實 你說到 G森那裏 其實要跳回 他原創尾那裏 就是阿葵找不到人畫原畫 最終畫 然後最後他叫了他 找暗夜壽明 然後他就說 我不用馬了 你叫我畫的話 我就把他改成戰鬥機 然後他說 你明明你叫我畫 是代表什麼意思 他又說 其實每個人 他就是 已經定型了風格 有些事情 你沒有可能 你沒有理由 叫他曼萌 叫他做其他事 但你覺得最好笑的地方 就是在於 鵪野 一來第一 鵪野以前是喜歡玩特攝 他就變了玩動畫 第二就是 鵪野明明就是 把機械人變成文系的人 現在可以推薦一個老人家 去畫畫 反而是很搞笑 鵪野都去光光其進配音 整個意思就是 其實你想想 其實是追溯本源 一個很創新的人 反而還懂得去尋根 去想想一個 很有實力的人 以前是怎麼畫畫的呢 不是 他剛開始說 鵪野仇榮 然後畫馬 我看他就想 會不會有隻馬 定格定十秒 哈哈哈哈 我剛開始想過 他說 你找到畫馬 你想做一個偷鑑的極致 你想做一個 那隻馬會背著角色十秒 或者是一個真實想的馬 偷鑑極致 偷鑑極致 不是良公嗎 當然是偷鑑極致 一定是Ever 有真實想的馬 是你的身防超姿 Ever面前良公 真的可以想什麼 真是 身防超姿 馬又變成 打了X光 變了骨 會換三種不同顏色的馬 他一直在說 老前輩他們帶出一個問題 就是主角群這五位女主角 其實其餘四位 除了阿葵 其餘四位 其實他們知道自己的目標 但是阿葵 作為一個就是 他像是在做動畫 剛才大家也有主持 也有講過這些問題 他像是在做動畫 但其實他的崗位 其實和動畫裡面的 有好像 動畫裡面的元素 又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最終就是 他好像側頭側米 算不算是在做動畫 他到底是為了什麼 而做動畫 他就是在想 我又沒有技能 我又跟任何 一部分的創作部分 是沒有關係的 我只是做一個 統籌的角色 其實他有想過 我是不是真的在做 我想做的東西 其實是 因為之前其實 當然你說這裡沒有說的 就是說 阿葵在同好會裡面 究竟 他擔當一個什麼角色 就是管工 他說 你管我們管 他不是編導的角色嗎 其實我覺得 阿鹿才是編劇 我覺得他不是編劇 應該是劇盤 他是製作者 阿葵 他就是編劇 他說 我想他近次都是製作者的職位 當時舉個例子 即公其進永遠都會有 是他後面負責做製作者一樣 一個動畫裡面 沒有人去製作 沒有人去製作這個 一開始這個項目 一開始這個項目 就不會有動畫出現 應該是 你說在三女那裡 其實就因為阿葵的進星劇 他這裡也說了 其實是 因為本身這套動畫裡面的主題 就是職場 所以就說 他在 頭十三裡面已經充分說了製作助理 應該要做什麼 然後他就再上一層 就是說一些更高級的溝通 其實也不止 純粹可能是說 你們知道了 有幾個問題 譬如剛才說過 監督想做什麼 2D和3D的爭拗 一些原畫的問題 然後再說一些深一點的東西 譬如他後面有些說 現在的動畫怎樣 性優的問題 商業化的問題 編輯部的問題 在後半季那裡說 其實就是爭拗一些性優的問題 我以為是多一點 其他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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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考慮 其他事情 其他事情 開頭 他用原創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他不需要理會 這件事 即是他們本公司 自己溫好的流程 出到這套動畫 其實就OK了 但現在他就是 承接著一套 一套人氣的漫畫 甚至我覺得 第一季 重點就是說 給觀眾看一看 製作動畫的流程 很簡單的流程 沒錯 去到哪裏 第二季才可以 背上第一季 第一季 有個資料 有個背景 你才可以再講 第二季更加深入的問題 更加高級 接觸的困難不同了 因為下面講的是 製作 製作的困難 上面講的是什麼 方向上決定的困難 其實你說阿葵 升了這個位置 其實他說 方向上決定 而更重要的是 這個方向的決定 是說什麼呢 它不是一套原創動畫 它是要遵從 作者 或者是出這本書的 雜誌 編輯部 他們自己本身 還有就是 贊助 相關不同部 不同的一些公司 他們的要求 怎樣要 fulfill 其實第二季 阿葵遇到的問題 完全不同了 反而多了很多 是交涉各方面 團體的 公司間的問題 你會看到 動畫前半部大部分問題 動畫公司內部 可能3D2D的爭拗 原畫畫得不夠好 到後半部大部分問題 在於為什麼所有問題 都是公司不 accept 一個人設 公司想要出PV 公司sponsor 要選擇這些聲優 或者去到後面 故事怎樣收尾 全部都是外部的問題 而你說下半部 為什麼 你會覺得太郎的角色 沒有那麼糟糕 因為有人比他更加糟糕 這個叫做什麼 下限是拿來突破的 上限 上限告訴你 這是極限 我不覺得那個人 四眼佬其實蠻糟糕的 阿平說是 其實他不算蠻糟糕的 不過他終於有自己的光風格 不是最不堪的人 你看到他就是 在高層裏面 一個就說 最重要當然是大牌 大牌就可以了 另一個就說 當然不是 最重要是身材 有身材最重要 最重要是空大 然後另一個就說 最重要是出碟 就是那幾個贊物相隔 出碟那人 尤其是令我想起尖水 令我想起尖水 真的好高 好像那個廣告 有關係的 出碟是我旗下的 聖優歌手 出到動畫 我不是有機會出碟 你最好笑的是說尖水文 最好笑的是 他最初是跟你說出碟 講一講一下 你見到他後面說 你其實決定了這麼多聖優 我一定跟那邊的公司打好 撕了哈佬 你一個都交不到 很難做的 完全是高打 然後問 那個人去哪裡 應該交不到 然後送回那個電話 聽眾門 現在看到 主持門 做了一個 手勢 在那個故事裡面 然後他是不是去見公 不要管 但當然你說 還有一個 比太郎更加不堪的角色 我甚至可以稱為 太郎的強化版 就是 我是三女的編輯 就是 他是一個什麼 他是基本上一個什麼都不做的人 一個PK 白鬥人工的人 他基本上什麼都不做的情況 是在於 沒有溝通 事情沒有發生過 就不用做 所以阻止音齊方法去溝通 不做就不錯 做了就是有小錯 不做一定沒有錯 更甚至的是 動畫顯示了很多畫面 就是找他聊天的時候 他不是不做 他不是不做這麼簡單 他不是不做這麼簡單 這裡才PK 而且他也會有推卸責任 也看到這傢伙很喜歡耍手段 最嚴重的是 最後一句話 他說OK的沒有問題 然後他說 等一下 我說OK是我OK 不是作者OK 然後他說 你有叫我問作者嗎 沒有啊 不記得啊 這個相比起 為什麼會是太郎的強化 因為太郎是那些 他不是故意耍手段 他最多是 因為自己一些失誤 他也是想極力去補和 但他的能力補不到 補不到 這傢伙分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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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 他是自己挖洞 那個人 太郎那種是被動技能 自動發動 這個是主動技能 他隨時都發動 兩個都是 一發動就有洞 他走出來 是的 在故事裏面 多了很多這些角色 還有公司內部 多了一個 比太郎更加 我行我素的人 轉了五間公司 轉了五間公司的一個 新製作助理 私心製作助理 平江 雖然有人覺得 平江這個人 又不跟大隊 又我行我素 但我經常都覺得 動畫裏面說的 其實都很真的 動畫裏面觀眾看得上半身的 好像都對 剪接PV 隨便去做 搞定就行 其實都對 其實我覺得他在說真理 你明白 動畫都是找飯吃的 當你做不切的時候 要用研發前規 就解決他 他在說那件事 你回應 就是 在頭十三章裏面 繪茅 為了加快速度 其實是一樣的 我不是說不行 不過你說 水準不夠高 那個位置就是 你要沒有水準 還是沒有課交 對 其實基本上是這樣 我不是說 交到課就可以了 觀眾的事情 大家叫做 不過不失 他的潛台詞就是 這個年代的人 什麼九死鴨撒波看的 因為他的問題就是 熱誠 你想打掌的話 沒用的 以這樣的資源 想去做這些事情 說笑 不要做夢 你完成到達標 已經就算了 尤其他說的那件事就是 尤其一直都是動畫 由前半部到後半部都好 其實就是那群 很有熱誠的 雖然迫著行程 都勉強做好那些人 其實就是 拿苦離身的 所以說一句 你沒有那麼美快去說 甚至不用找得那麼好 劇情的表情 不用找得那麼漂亮 其實都可以照出貨 是因為他們過不了自己的關線 這樣做 平江說的事情就是 為什麼你要拿苦離身 其實一樣交出貨 這個我覺得又有些不同 尤其是原畫師 外判原畫師 他自己做出來的作品 就是自己的名片 即是他的口碑 這件事他當然要顧著自己的質素 不能做到你的作品太差 否則將來沒有他根本來找你畫畫 我覺得有點不同 尤其是 如果演出崩壞 這裏有說到 如果演出崩壞 不是 演出要負責 這些是要講的 但他問題那裏 至少前半部很明顯 演出要修靚一些東西 或者是東西很差出去的實素 他有說 剛才你說女兒的作畫監督 就是有說 他找了那些狗不搭的原畫師 或者那些動畫師 畫到那些畫根本就不是老的 那你叫我怎樣簽下去 你全部拿一個再畫過 平江之後他出現的問題 就是他找一班 客人做的 其實我完全是 硬質貨給你就算的人 平江他在做那件事 其實就是什麼 他叫做畫 總之去到就是什麼 最低限最基本的要求 就算了 其實我份工的基本要求 我就不會做多了 我達到那個要求 達到那個要求 達到那個要求 還有他在說這件事 就是說 我的工作就是 我要令到那個記憶 總之那個記憶 就可以了 我不理當中裡面發生的什麼事 因為如果那個記憶 就是我沒有做錯 我做什麼呢 我三天後就要拿一個東西 我告訴你三天後的質素是怎樣 總之你三天後給多東西 那個質素好不好 不是我作主 我是你負責追稿 然後作畫的人說不行 不關我事 我是負責追稿的人 你跟追稿的人說Quality 你有沒有病 你沒有跟速遞的人說Quality 為什麼負責好像是假負的 然後他就說Quality 你負責你找那個公司 跟他講Quality 你現在是不是說 我先換了 不是啊 你說什麼呢 你自己打過去吧 他是那種態度 他是那種做好自己職務以內的 對 他就覺得OK 我做好了 那你做什麼 我有沒有做錯 他說 你又說不出他 他真的沒有做錯 其實 你說叫他找我 你去幫你找 你去幫你找完話師 我怎麼知道你又沒有說明 如果他好像極致的說 他說Quality 你又沒有說明 要是你都列明了給我 不是的 你找完話師 那那個人說自己是完話師 那我當然是找他的 其實平江跟這個演出的人 打架的一幕 就是講這件事 其實你基本上就是 嘩 你沒事找事來搞 你這些作話質素 你為什麼要催毛求癡 說這件事是不批的 其實都只不過 你有些什麼 叫做看不順眼才這樣做 然後他就對馬了 你有沒有熱誠 你有沒有催毛求癡 然後就開始有個爭鬧 這裡說這件事都是什麼 就算做任何行業都是這樣 不是人人在打這份工作 都是跟你說熱誠的 有些好像他一開始說 其實我不是想做這份工作 做一下我就做了這份工作 那不會說熱不熱誠 我會有一個正常員工應有的態度 但是你不要再要求我太多 那種就是說 其實我很有熱誠 我對這個創作是充滿熱誠 我是要成為下一個公其進 你這樣出發點事已經不可能 一個就是想說 我想我的東西 是更加受到別人的讚賞 一個就是說沒有的 出到街 打份工 總之公司不死的 那就可以了 我又不是要些什麼 公司不死才是嚴派 不是 其實動畫呢 帶平江這個角色出來的時候 其實很多一些小的缺點 譬如說 他跟阿貴一聲那些 就是他自己露出一個很厭惠的表情 其實我覺得動畫是有留意這件事 就是做這些世衛 其實留意到就是說 他是不是真的這樣抱一個打工 我相信其實他自己有個背景 我一直看這個動畫的時候 我都很期待平江的背景 而他的背景就是 簡單而言就是 他是一個原本充滿熱誠 但是被殘酷的現實激倒了 應該這樣說 其實你應該這樣說 大家挺精彩的 現實裡面應該說 是很多人有熱誠 但是叫做什麼 你撞到什麼人 是你的機遇 有些人就是說 他很有熱誠 他剛剛遇到個百樂 或者遇到一班跟他志同道合 或者能夠出生入死的好的同事 一起去創作一道好東西 他成功了 但是有些人就說 他是有才能 他也是有熱誠 但是就是什麼 隔離一班都是沒有熱誠的 你一個人幾有熱誠都沒用 他現在說的就是 做動畫 不是單一個人 是可以完成的一個工作 是一班人去完成的工作 所以就會令到某些人變成 變成就是現在這樣 不是他原本的素質問題 是叫做什麼呢 那個風氣 可能他跡場裡面的風氣 令到他變成這樣的人 就是近朱者赤近密者赤那種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很真 尤其是想一想就是 平江的遭遇其實很正常 反而沒有撞東西才不是很正常 你想一想 沒有撞東西裡面 個個都是 那個監督真的 一句說 我想改 然後他就說 真的做得好一點 好吧我幫你改 熬了異氣 看到Malsum那麼辛苦 我幫你找一間公司 看看會不會幫你 搞到外判一些東西 全部都是兩協插刀 其實我想真的 你看他以前的公司 全部都是兒子來的 那你知不知道 這個重點是吧 當然錯了 你們完全沒有留意這件事 是怎樣 每一次講這些的時候 會寫獎 寫獎就是一定官聖 你不覺得他有幻覺 就看見 阿露片在尾燒 我很肯定 那些食物是全部都下藥 不是的 你怎能夠想一間公司 是全部上下一心的 你明不明白 當你讀完你的農苑 你讀完我的時候 就算是很正常的事 你們看得不夠透切 這個位置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每次都有留意 每次都是 大家都應該肚餓 吃點東西 對呀 我想舊武藏也是同一個場面 熬烏冬也是同一個 你完全是那些 鞍叔鞭奴的東西 連浪子的畫面都被你看到 雖然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 動威也想帶出一件事 就是 你個人沒有熱誠 你個人想屁的 會影響到 另一個周邊的人 都是一樣會吵架 平江和演出的 吵架都是一件事 就是 你一個人不肯屁的 你一個人都不會跟你認真 這是連鎖效應的問題 所以 一個環境的事情 就是如果你忍自己 一個人不是這樣 不去改變 去融合那個 你自己去想做的那件事 其實你周邊的人都不能 或者這樣說 本身八商都是有少少 尤其沒有在意的公司 有少少理想化的環境 因為他也說了一個問題 你為夢想 有些人說 如果我真的想打工的話 我外面隨便找一份工 正常常上班時間 人工有多過做動畫的 就是為何我不做 做這一行的人 其實就是 你一定是有少少瘋狂的 吃得鹹如抵得 你一定是某部份不正常的 你捨棄了就是 叫做穩定的生活 你願意去做這個 做得久 真的命都短 你不能說那些事不正常 那些動畫 全部都說 我不做人了 周周 你講到那種情況 你講到那種情況 就是我不追求一個理想 賺到錢的職業 就是不正常的 不是 他那個位置就說 如果我要更加去穩定 就是有一個更加穩定的生活 簡單一點說 他們不拘留在物質金錢層次 這個就是理想服標 因為現實版八商 八商就還沒講錢的 掌握得對 因為現實版的動畫 你錢還要收到 你真的沒有理想 你真的不會收得下去 那些人從某個角度去看 他一定是一個不正常的人 一個正常的人 老實說 你不會去這樣做 在現實社會裏面 一個稍微叫做 你會計算的人 CP值是不值的 尤其是說 他不是你給1 就能夠獲得回報 一定是對蛋是1 甚至是低於1 甚至是沒有的 這班人 在八商裏面說 這班人是很有異性的 他們全部都是瘋子 他們在對動畫的愛 超越了一切物質 一切對他們來說 所謂的日常關係 日常人認為是很重要的 生活 逆避的東西 他們可以全部都放棄了 你說多做甚麼 看女主角經常在幻覺 如果西邊兩個官員出來說 就知道他們是瘋子的 這樣一說 我覺得這個八商 是講一班 入動畫界 熱情未磨盡的人 如果不是 就變得黑商 應該是五個平光走出來的 好 隨便 整間都是平光的 我這樣說 下半部裏面 五個個色漢字 可以一起工作 但最終是掉了 阿昇 阿靜香 五個那條路不同 但是靜香那條路更加難走 又有沙塞 老實說 他整個故事裏面 其實去到後來 其實他是為了理想化 應該說 動畫應該是正面的 你不要打人落黑 好慘的 有些星優在Twitter說 在八商的劇情 已經看到胃痛 我當年就是這樣 我記得有馬的人 過個星期都說 看你下集寢營業 這個是有馬的感覺 很正常 正常在哪裏 這些業界潛規則 我不會說出來 你不是業界 你可能知道 是不是潛規則 但是你說 你的X業界潛規則 因為這一節裏面 尤其是最後解決 你說最後一集裏面 一切一切的故事的橋段 其實是來得太過 夢太奇 你做得太黑暗 那些人嚇壞了 不敢馬上動畫界公司 就出事了 應該這樣說 其實無論是木下監督 披著他的節目 踏上這個編輯部 那一節 老實說 你找這個作者 不要緊 做到這個 我覺得又好像跟我看的八商 又有少少不同 那一幕是有點出氣的感覺 因為那一幕是明明一開始 都是很嚴肅的劇情 你摸一下 有些搞笑 有些有趣 而那個問題就是 那位作者 約了他在編輯部等 所以木下監督就要過五關斬六將 利用他的脂肪 去救他所有的敵人 這個位置我覺得 認討即非 他招待我 好像木下監督說 他做戰鬥機是配算好的 對嗎 我覺得你說如果鏡花那個位置 其實是 他突然看到一個編輯下監督 然後他就突然幻想 好像那套法務王 然後變成超能型 打完一場之後 其實他就是 拉著底部 然後慢慢走 假裝見不到我的 不知道是誰 那我覺得 我又接受到 這個人在幻想劇情 其實我覺得那個劇情 應該是想不到正經怎樣寫 所以才要硬 因為時間不夠了 就要硬弄一些 跨張場面 過去過去 對 然後靜香那個位置 就說 他之前試音 就落選了 還有人記得 這段劇情 要加角色 他說那個位置其實是什麼 如果你說 根據正常流程 他都可能又要選擇 但根本上什麼 時間太趕了 就說 其實都是加一個新角色 就是幾句對白 沒什麼所謂 監督自己 你們聊天 你們覺得誰好的 你們就搞了他 然後就因為這樣 而帶來靜香都加入 最終都能夠加入 能夠成為三個的一套動畫 就是有些際遇上的好運 會說的 也說過的 不過我想這裡沒有說到 其實水倒自己 就是誰說真的水倒 不是木下監督 我覺得水倒老自己 他一向做動畫 通常會做音響監督 他一向都是做簡聲優 所以可能他比較著重 就是我想聲音 配合角色 他一向都是做這些 你記得 那個簡聲優的一部分 就說為什麼靜香不行 就是因為靜香的聲音太幼 就不配那個主角 但是要是做那個角色的妹妹 就剛剛好 好像可以做到是對用的 我會說一些制裕的事情 最後那個位置 其實感覺有意味是強行收出來的 如果他是一個年番的話 應該靜香又要經過一大輪的苦難 又要畏痛多不知多久 他才能夠得到一個機會 其實我想業界裏面有很多個 其實我們認識的那些 他們已經是做了靜香那種 是有出過聲的 有更加多的靜香 沒有出聲版本 我還在喝啤酒 跟靜香同期一齊 認識那個 不知以前是幾個 那個JK 那兩個 是上了節目 就說 現在呢 小蒼圍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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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欸欸 冷靜點 倒破了 一如倒破了現實 當然了 不是射完下跡來的嗎 哈哈哈哈 裡面有很多角色 是有少少影射的 不過你說 你是找到哪一個呢 老實說 我也找不完 有些分明有reference 有些應該是影射居多 是啊 他都不敢說得太明 是啊 剛剛是自己說的 太郎是他自己的分身 以前小時候就是這樣 以前他都是這樣 當然我覺得 他不是得罪人 日本其實很多觀眾 已經做了資料搜索 研究這些事情 說什麼聲優的衣服 已經一樣 拍攝那些好明顯的 其實很有趣的 所以裡面有些劇情是真的有的 例如 3D和2D最後的 停了爭辯 就是 有個2D的 以前很厲害 說戰機 馬克羅斯 那個是說的 巴奕一郎 Ever有真身 戰鬥機傳彈發誓 對 就是他 巴奕一郎 到後面畫背景 那一個真的有那個人 有存在的 那個人 確實說 我挺意外 他會說 當年膠片 法蘭索一年代 那些東西 這是意外的 那個影射是重製作的 應該是 是啊 重製作的東西 可以聽我們很久之前 說動畫歷史 所以覺得挺好的地方 就是他講了全城的東西 日本動畫 從一開始畫膠片 原話的年代到現在 就算是3D都好 有些東西他都不會改變 或者有些東西 技術如何進步下去 其實是這個動畫 想講的重點 而你說的好處就是 這一套東西叫做 頂除了所有 所謂叫做 愛情線的東西 因為根本上沒有 他們是有空死 是沒有空病 別說說談戀愛 可以倒倒倒鬧 是了 是友情 其實友情都沒有什麼 其實友情 只不過他們偶然出來聚會 而當中他們的交流 其實一切都是講工作 有友情只是主角 不為女角 其實這是即場上 放過喝兩杯的同事 他真的集中說這件事 他是可以摒起所有的東西 而甚至難聽說 其實友情那段 其實你說的 只是他們交流工作 比較好的同事 你都講得通了 不一定是什麼 你看回他 就是用頭尾 頭尾 頭尾 他們一起做動畫 尾 雙方尾 雙方尾 其實是可以的 你當這五個人 其實我們在不同的地方 認識的 然後有空出來聚會 又說回大家的事情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我甚至覺得那五個人 要有情關係 都是想鋪最後 鄭香那一幕 為何會這麼感動 為何他們要 看著鄭香一步一步 追踏他的夢想 然後哭 其實我覺得 是醞釀這件事多一點 甚至我覺得 他要一步一步嗎 他天降五 但是你也要一步一步去找 真的去做 那一幕感動的原因 可能就是 他那五個人 四個人已經起了一步 他還在起跑線 那一幕 他終於 賣開他的一步 真是走這條 升幽之路 那種感動 這裡裡面 最信心的一定是阿鹿 因為他找資料很厲害 找資料很厲害 就跟到師傅 然後就說 很棒 你找資料 你請他過來 然後有一個人說 你想寫故事 阿萍仔跟他說 你女兒而已 你找兒子跟他說 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這個故事 教訓了現實的兩個道理 一你個人要有才 有才能 有能力的 但第二最重要的 其實是人物 這個很討論 我還要你問你 是正面的 這個第三女規則 我懶得說 但是人物 一直都是動畫面說的重點 每一個角色都是 監督也好 你做2D 3D 甚至是製作作人更加需要 其實每一個是需要人物的 如果你當你階級的關頭 找到誰幫你 就是你靠那時候認識人 這樣就很重要 所以你說整套白箱的動畫 其實我可以這樣說 有一點點不太接受 就是他最後那些太過 非現實的處理手法 但其實他做出來的 最後那些感動 你真的感覺到 這幫角色真的努力過 痛苦過 迷惘過 然後最終他們都能夠 可以堅持在這個製作動畫的路途上 真的有感動 這個我覺得真的有感動 我想 可能你可以再推一步 就會說他做了些事情 不夠現實 例如不講人工那些 但我會覺得 他的追夢不是很廉價的追夢 是一個真的有跌倒過 有跌倒過 即是有些困難是要跨過 才能追蹤過 不就是你走完這條路之後 看完後面真的有血有汗 他說錢的問題 他是由網頁告訴你 錢的問題 他叫做後好資料 當然這也是那張圖片 是很多人的姿勢 也是 那些人應該說 繪麻和正香 這麼胃痛的原因 說錢的話 那些觀眾需要他們 不是白身是藥傷的 應該是 太殘酷了 因為其他動畫都是高中山 為何做了夢想很兒戲 現實中的想像是他的樣子 你看到一群 那些動畫不是主角 不是高中山 去做他們的夢想 又同意現實 很膚硬 很膚硬的時候 覺得很有共鳴 因為那個位置表達最多 是繪麻的角色 繪麻就是每天 每天都要回去煮飯吃 因為 不夠工資 不夠錢 要儲錢 然後他也說到 他父母是不支持他 行這條事業的 因為他覺得沒有前途 老實說就是大部份 正常一個社會 其實很多人 就算你香港也好 什麼都說 搞創作 搞創作 做電影 誰都能吃 即是說你正正經經 找一份金融的工 那些叫正正經經 什麼時候變成正經經 現在對他們來說 是正正經經的 我本來是最正經的 可能過幾集 要被人扔到外面 繪麻在那裡 他一直在說 最後因為他在庫子上 打過電話 跟他媽媽說 我想我真的可以 靠原畫師來找飯吃 因為他父母有沒有支援過 他在金錢的時候 有支援過 因為如果你說真正胃痛的 其實應該是要這樣 有支援過 有寄過東西給他 應該不是他的素質 寄什麼 寄東西是阿葵 阿葵 阿葵是父母痛疼這個女兒 但是阿葵麻那種 是父母不支持 也都沒見過 其實還沒見過 還有你見到 其實Emma那個 那個apartment 是up up一點的 對比阿葵那個 你見到內部的 她是簡單一點 大學生的阿葵比阿葵更漂亮 很慘 她接著也借了阿葵的姐姐 她說其實 你看我好像很穩定 但其實我要面對的 其實是很意味的 假裝新政治 又要對著人家 假微笑 你見到那班人 在動畫 在現在裡面 整班人都直接說 我扔你了 那你也走 我不做的 他們可以真的說 我不做的了 今集你穩住的 找我一個 那我鬼事 我現在說不做我不做了 你不要出來給我 他就是那種 你說正常一個工作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 說出這些對白 他就說 其實你看我好 我看你好 這些事情 每個職場都有自己的困難 你不要說 你這樣做就沒有前途 有沒有前途 其實他講的就是 你的心態 和你為此而努力的目標 你有沒有 你有的話 其實任何一個工作都是一樣的 所以有些人都會說 有些人不是很喜歡 講OL的一幕 我覺得就和動畫沒有關係 但我會覺得 但我會覺得 這套動畫 不只是講動畫 是講工作 其實 他講的就是 大家其實都是工作 你那樣的環境好像很理想 乾乾淨淨 準時下班 上班 但其實有很多這些 他講的就是 當你的興趣 能夠成為你的職業 的時候 你辛苦 但其實是開心的 如果辛苦 你覺得是值得 但你說 如果打一份工作 你會說 我為一份人工 為何要做它 穩定 人工高 準時下班 但你說 可能你上班的時候 其實你是很痛苦 就是王子華那句 如果你星期一 你是很願意上班 這份工作應該是很好的 對於做動畫的人 就會說 我星期都正在上班 我當然很開心 吊著鹽水袋 今天星期一 很開心 今天星期一 我不知道 應該要問你今天星期幾 他反而是說 今天星期五 我知道 因為我要折了 要交了 星期一我當然開心 剛剛折完了 喝一口氣聲 不知道 日期 他在說 他姐姐那件事 其實 所以其實他的描述 在《白雙》裡面 其實都很全面 當然你說他不可以 每一個部門裡面 因為他在說 整個製作 他不是說 這個叫做 原畫師的奮鬥士 這個叫做 3D製作的奮鬥士 他是大概概括去說 更加集中的是阿葵 因為叫做 真的整個 走掉整個動畫流程 究竟要做些什麼 葵 他接觸了這麼多部 他原畫師 會接觸 聲優可能比較少 VD製作的要接觸 劇本的要接觸 以他的角度 去講那個部門 跟全面 比較好講 而就是說 他要出的 就是出《白雙外傳》 就是《白雙外傳》 還有四個外傳 我覺得如果《白雙》 編劇外傳 大家可能都挺有興趣看 尤其是說 那個角色原來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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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雙》 還有四個外傳 四個外傳是兩黑兩白的 黑的就是聲優和賄馬 白的就是另外那兩個 我覺得《白雙》一方面 有好也有個不太好 好的地方就是 在於一些角色 可能出場幾分鐘 但有些令我很深刻 可能是社長 後期社長多一點氣氛 一句兩句 就已經點醒了 那個人 其實他一直遇到的困難 一定的困難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很喜歡 有一樣東西很喜歡 就是可能大家不知 記不記得 那個《女聲優》 第一次出去 配第一集的時候 第一次配主角 他不會說 感情這些我已經捨棄了 那一句對白 那個《音響家》 都教他怎樣說 那個我也是很喜歡的 那一段 我經常都說 我不會罵人的 然後他又好像很粗魯 他教導這個 當然 一心就淺出去教導 這些是好的前輩 你可以說 另一方面 大家覺得可惜 剛才說過 例如 配盟比較多 負心最多 靜香不要入行就算了 很可惜就是《尾山》 和編劇的《阿樂》 《阿樂》 真的說得很少 我覺得很可惜 尤其我老實說 我最期待是 講編劇的那一部分 《尾山》 其實《阿樂》 在某個意義上 是他們裡面 最天才的那個 而且他的路也很平穩 他也沒有遇過什麼錯字 他也不正式入行 其實他還未正式入行 他叫做參與 因為最主導裡面 決策或者寫的劇本 是由他師傅 他叫師傅 去負責 即是他叫師傅 不入口的話 他那句對白也是出不了的 也就是說 最後他最成功是說 我有一句對白 可以入到那部動畫 很好的 改劇本 應該要做過就知道 很辛苦 阿樂還未畢業 就已經有職位 或者拜陸名師 大哥 第二位就贊助之後 應該沒問題 但我也是覺得如果說編劇 大家會有興趣看 尤其現在這麼多 那些劇本 有些奇奇怪怪展開的關係 如果白雙說編劇 奇奇怪怪展開可能是監督的問題 都可以是 可能是業界的 不行 要加些可樂樂去買廣告 但正面就是 因為其實我都說 白雙會來得好看 我自己都是立論 就是說 他的主題鮮明 來得簡單 他把所有的寫棄 因為其他東西就是 在這套劇裡面不重要 對 即是我講那麼多 即是如果你試試 加一條愛情線進去 我肯定這套劇 肯定死到炒粉 這套劇無線拍 放心吧 不會有愛情線 尤其是之前你會見到 你會見到 他很多時候加入了無謂 應該說 加入了很多無謂 而這套劇 我覺得加不到原因 就是因為什麼 你再加一套劇 你真是想我說死 編劇我二十歲 都沒追過女兒 怎會我們就經常玩 我上去房公追女兒 那套劇 那套劇那些 我難怪這麼超級 有說過一件事 Twitter也有說過 其實劇本已經比 平時一般的動畫劇本 多了一倍的份量 即每一集的份量 所以其實他已經很密集 其實已經很多細節 如果再強加 所以他就知道 他反而這樣加不到就是 他雜速的東西 你可以說 就是他選擇最好的 就是他描述這些角色 純粹幾幕 你都可能對某一個角色 你會有一個深刻的印象 你不需要說 他要講一大量對白 或者我想起來聊 想起前世紀 或者N世紀 你才會說 這個角色很厲害 他短短幾幕 你會覺得這個角色 真的有料 其實他找了很多高人 找了他之後 然後不用說了那麼多 他幾幕 做完事 成品 然後再耍說一兩句說話 搞定 一個高人的橙身就是這樣 對 一個高人橙身 一個高人橙身 不應該在動畫出太多目 一個高人應該揮幾筆就搞定 動畫才是這樣的 對 所以你說白雙 我覺得值得一看 雖然你說 有個感覺 看這部影片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自己看的時候 是很密質質的 腦會被人擦到 他好像原本想做年番 對 做成年番 但現在兩季 兩季就完了 他那時候說希望 好像這個賭家作系列 由這個製作人 做到製作人 製片人 最後就要做這個 簽輯助理葵 對 不是最後就是葵製作公司 對 他最後要把前面所有高級的同事 都掃下 全部都是做蛋糕 咦 那是黑箱來的 做炸雞 不是白箱後轉 就是黑箱 喔 其實我這套東西 我比較喜歡 其實他運用了很多人 他好像背景好似 但是他的對比 或者背景完全不同 譬如說其實他的正鄉 他的聲優和其他 他其他另外的四個人的仕途 完全不同 這些對比 我覺得是做得很漂亮的地方 他不是很刻意地說 但是他可以側寫 很漂亮 寫得 或者這樣說 每次見面 每個人都有進有退 不會說 大家都知道 這個電影 大家都知道 然後大家一起跳海 有什麼 哈哈哈哈 不要說 被人擺 你不必要跳海的 可能阿葵扔上去 下街 交貨啊 交不到 扔你下去了 原話交不到 扔你下去了 他一半都不扔你下去了 十八年後有一條好巷 然後有個他說 不要啊 我扔你一碗 不要啊 我扔我下去了 不要啊 然後扔下來 他拿著一碗劇本 是啊 不是 另一位我覺得漂亮的 就是其實 平江出場的位 我覺得其實他的角色 其實是 好像阿葵的位 但是只不過他們兩個人 那個 遭遇不同 就是我剛才說 一個人其實應該說 很多時候不是說你工作能力 就是你工作能力 是保障你能夠 可以出人頭地的條件之一 但是更大的問題 是在於你有沒有這個機遇 老實說 你很有才能 但是你老闆 你說你這麼多事 你是不是 我等一下下班打牌 你能不能交到貨 就是他跟他說 你不要想太多 總之你這樣做 很多時候就是看著 可能你的同事 你的上司 甚至你的老闆 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當然說 機遇有可以自己創造 但是更多人的其實就是 你遇不遇到這樣的機會 平江他就是 平江他就是 平江他就是不好運 但是他在他最有熱誠的時代 他心中那團火被人破曬了 一下子蓋了他 煙都沒有了 不是有事的 其實看動畫的時候 就是平江那時候 如果是好像貓心那樣的遭遇的話 可能他人生完全不同了 就是這些我覺得是這套動畫 對比上 對比上我覺得是寫得不錯 你叫做這套東西裡面 其實他沒有描述 就是描述的很多時候 都是經過苦難的成果 當然是一套光明 一套要白霜 這套東西 當然不是這個意思 苦難角都是有光明的 黑霜是否以平江的角度出發 所以他沒有說 有些人說 你真是可能一層八層 真是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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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 你在動畫界更加多 是目下的人 就壞了 一輩子都壞了 他之後是做不到監督 很多人都不停幫人打工 沒有 就算不是動畫界 你見到有人聘工 理歷說你做了五份公司 都走來走去 如果行不行 可能請你去就走 很正常 所以 大家聽到這裡 所以為何我們這麼佩服三本寬 這樣也行 你很厲害 從第八寬說出來 你知道三本寬是很有勇氣的 它是破副神舟 直接開了自己的公司 有誰是這麼厲害 很厲害 你看完白霜之後 我可以回答你一件事 如果那間公司 然後出來自己弄公司 寬哥可能是很厲害 做活動的 我看完這件事之後 我馬上想起寬哥 又誰這麼厲害 衰了之後 可以再問到老闆 住資給他 然後再拍幾套 只有一個 跟著他這樣套路 就像剛才劍哥想說 一層霸彩 寬哥這些真的可以再起 他屢戰屢敗 但是他屢敗屢敗 每次衰了 還有老闆住資給他 他再起完之後衰了 因為衰了一套 我另一套就當他不衰 他最特別是踢公司 這個不叫衰 衰了一套原創的 再起一套 這套也不太好 還可以再起劇場版 這些還不是業界最勵志的故事 你知不知道 如果近期 如果我要講的話 可以誰 就是花田十輝 花田十輝不同 其實他很光輝 他買得很厲害 他寫的作品 因為這樣說 我支持三本歡下一套 是拍自己的自傳動畫 我有興趣看 至少我也挺好看 我給片 真的好看 真心覺得好看 我們不是一個唯心去賺衰 我們是真心去賺衰 這個主要是你 那是真的 我覺得 大家有沒有感動 如果你這樣回顧 大家有沒有感動 你想想之後有多有感動 孫窩百口這個很厲害 喬寶斯的口才 如果發生一個故事 是寬哥去做一個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奮鬥的故事 即所謂讚嘆三本歡 感激三本歡 好 我們今集時間到此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